各位,就是這個普里美食地圖這個地方 我剛講這個普里美食地圖 第一個它載進來,這個是Fone Gap的效果 就是說它會有一個前面的封面 你可以在Setting的地方給它一個封面 它一秀出來就會有一個封面先停個一兩秒鐘 然後再去進到裡面 那這個Sample裡面就是說 一進來之後我們會打Mark 打地標有沒有看到,上面的地標實際上是動態的 當這個地圖載進來有沒有 就會有一個Marker 這邊每一個,也就是說你可以給它一個清單 它會幫你把那個Marker這個打上去 那這個效果跟V2的效果一樣 可是程式簡單很多 也是打Marker Marker上面也會 一個Listener 那觀念跟前面我們講的V2的那個一樣 建一個Listener 那比如說我今天在這邊直接點擊其中一個 也是可以直接跳到 就是我講的 點擊這個有沒有 它會跳出一個Title 你可以加一個Snipe 我這邊沒加,就直接點兩下 它會直接怎麼樣 就跳到Title的地方 我不是有Click事件對不對 你就是 當我點擊了那個Marker之後的話 它一樣可以跳到這個地標 那這個地標裡面呢 它有 幾個選項 裡面的 相關的說明 建立時間 就是你自己可以去過的話 你可以留一些訊息在這裡面 另外旁邊這邊有幾個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就是 常常會需要 尤其地圖你會需要什麼 路徑規劃 你怎麼到那裡 所以首先我要怎麼知道我現在的位置 再來怎麼樣呢 我要知道怎麼要去那裡 那會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路線的規劃圖給我 那以往要做這件事情 如果在那個用V2的版本來做的話 哇那真的是 複雜到不行 可是現在的話 如果我現在用 用那個FoneGap來做 你會把你點擊之後 它就馬上幫我規劃了 好 第一個它會先抓到我現在的位置 第二個的話呢 它會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它不是 不是真的去用V2的SDK去開發 它是直接怎麼樣 去把 參數 藉由傳遞什麼UIL的方式 去丟給什麼 丟給內部的那個web 內部的那個webkit 就是那個瀏覽器 去幫你處理 那這個好處是 你可以省略掉很多什麼 要驗證啊 或者 金鑰啦 或者什麼什麼動作 也 通通可以出來 你會發現了 路徑規劃馬上可以出來 那我現在的位置 有沒有它這邊也有 而且你會發現了 導航 也會出來 如果說你要開車 它這邊有開車的 有沒有 那如果你要什麼呢 你要坐車 它這邊也會出來 也可以讓你 去做 那其實就跟那個在我們的 Google map上面用的方式是差不多的 甚至你可以用步行導航 OK 類似像這樣的方式 那這邊的話呢 它還在跑 所以 網路 比較慢一些些 可能會稍微delay一下 那上面這個坐標也是它抓出來的 也就是說 我要抓我現在的 這一 這支手機的 這個location 那在那個 Fone Gap 裡面 它也很快的 它一行程式就幫我跑出來 OK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 都是可以用的 而且這個 路徑規劃也非常簡單 它可以幫我規劃出來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裡面呢還可以做到什麼呢 這邊除了路徑規劃之外 上面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 我如果要搜尋 比如說 這個景點 它在那個Google上面的 一些關鍵字的話 同樣的方式 我們也可以傳什麼 傳那個 URL的參數 就是類似像 上次那個最後一個範例 那個flag 就是那個 找地 找 相片 你可以 傳遞一個URL的參數 那如果說我要Google搜尋的話 這邊也是一樣 網路搜尋 按下去之後 一樣 我會去把 這個景點的名稱 在那個Google裡面呢 叫這家餐廳 比如說噴水 噴水餐廳 那一樣 我可以傳遞一個什麼呢 傳遞一個參數 給什麼 給那個 就是給Google 它幫我搜尋 那搜尋的結果呢 也會自動列出來 你會發現這邊都會有 幾顆 幾顆星 像我出去 出去玩 比如說 某些景點的時候 一樣我會把Google地的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看一下這個 比如說附近有什麼樣 比如說要吃 餐廳的話 我會先看有幾顆星 另外後面會有評論 其實這個評論 我會稍微看一下 比如這家餐廳 大概10個有9個說 這一家餐廳都吃到 吃到 蟑螂啦 吃到什麼 不應該吃到東西的話 那當然你就不會想要去 可是如果10個有9個說 這家餐廳實在是物超所持 或者是說都是正面的評論的話 通常我覺得可以去看看 尤其像之前 比如說去 宜蘭吧 宜蘭你也不知道去哪裡 你可以先到一個 一個定點對不對 你就把你的Google地圖打開 然後呢搜尋附近的景點 全部都出來了 另外呢 Google地圖可以幫你導航 我有一個導航版 安裝上去的話 直接就可以導航到那邊 我覺得那個導航版會比現在的那個更新之後的地圖還好用 我常用那個方式 然後呢會先看看說 這個 這一家 餐廳 OK 大部分 我覺得 1489如果4顆星 4.5顆星以上的 去 都沒有說 有 就是說不好的感覺 因為別人都會推薦 這就是一種口碑 那 Google 我講過了 Google地圖他不只是做地圖 他甚至把一些口碑封頻通通放進來 所以如果這一家餐廳 上面都說好的話 他的生意會越來越好 如果這一家 常常就是 對客人都不是很禮貌 等等的 我想他生意應該也不會太好 吃的話是這樣 住的話 比如說甚至有時候我都是很臨時性的 比如說就到中南部了 那我不知道住哪裡 也是一樣 把那個Google地圖拿起來 然後我現在附近有什麼樣住的地方 我會看一下評論 然後呢 甚至上面有電話號碼 你先打電話問一下 有沒有空房 多少錢 等等的 直接過去 幫你導航帶你到那裡 基本上 這個出去玩的感覺 品質就可以 還蠻不錯的 你不用說 一定要 出發前 一定要做好很多萬全的準備之後再出發 不用啦 你只要怎麼樣 甚至什麼東西都不用帶啦 就是 甚至 換洗的衣服到當地再 再買一下也沒關係啦 反正最重要是心情嘛 有好心情到哪裡玩都很好玩 OK 最重要就是靠這些東西 像出國也是一樣 我出國有時候怎麼樣 最重要是漫遊 或者是到當地有網路 其實什麼都搞定了 沒有網路 感覺好像什麼都沒辦法 所以這個 這個當然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利用傳UIL參數來做到 這個範例也提供給各位 就是說 你們也可以把這個範例 直接 我建議 我建議你們 開始 就是說 我會希望你們可以把 Fone Gap 因為Fone Gap的缺點是他會跳到外面去 那如果你把Fone Gap的東西包在SDK裡面 你就是 不要讓它跳出去 你就是在WebView裡面 做動作 那User他會認為說 這東西都一直在你的App裡面 了解意思嗎 就是 對對對 把它包在裡面了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彌補那個Fone Gap的開發缺點 因為Fone Gap的缺點是說 他優點是他可以去取外面的資源 但是他缺點是 像你剛剛講的 回不來 對不對 就是一直在外面了 就回不來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今天可以用SDK 把它的 WebView 所以我們會講WebView 主要原因是這樣 你通過WebView 基本上就可以 算是比較沒有無縫的 可以把那個 JQuery啦 應該Fone Gap後面也是用JQuery 把JQuery的資源 納入到 WebView裡面就來開發 那當然就是結長補短 因為JQuery的開發真的是 它的好處 真的就是 快速 而且 馬上應有盡有 該有的都給你了 對不對 那 如果說你是一個小案子 說真的啦 你當然盡量 User 他也不會 他也不太會去 Care說你這東西是什麼做出來的 他只是想要看到結果 那你要給他看到結果的 最快的方法 一個捷徑 就是用這個方式 但是呢 你又擔心說 他 他會跑到外面去 讓 User感覺到 你這個好像是 連外面 好像是一個超連結 會不太專業的感覺 那你可以把它包在SDK 所以 我們又有一個範例 就是說 你可以把那個SDK 再包進來 所以這些東西主要 怎麼講 這是我一個自己的構想 因為我為什麼會 會讓這些進來 其實就是 你要怎麼樣讓開發 更加的 又快 然後又感覺又專業 就沒有辦法 你還是必須要用外部的 就是各種方法 所以這邊提供了各位參考 所以這裡的話呢 基本上會有幾個 其實這個範例的話 基本上就是有 地標 也可以跳到那個地標的標示 就是說可以用地圖的方式來跑 然後呢你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是一個清單 這邊是一個 打標記的關係 打標記 那另外的話呢 它會List的上面在打標記 我好像還是有點跑得有點慢慢的 所以說是網路的關係 另外的話也可以怎麼樣 那這打標記上去 另外的話呢 還可以怎麼樣用List的清單 可以把它List出來 那這個地圖上面都可以接緊啊 或者是切換其他的那個 地圖模式都不會有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打卡 那打卡這個範例裡面又又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如何建Database 也就是說你這個打卡資料 會放在那個內部的那個Database裡面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就是對這個Sample 我覺得你們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 那這個範例裡面 我已經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去到雲端上面去抓 雲端上面有一個檔案 就是叫做 撲裡的 撲 撲利 有沒有 Foodmap 那這裡面的話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當錄下來解壓說 它是一個 網站 實際上這個網站呢 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去把它開起來 那開起來我稍微介紹一下 大概把剛剛的重要的功能 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如果你不想要 從頭到尾看 比較重要的部分 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當我們載入這個 這個App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有停留一段時間 的那個效果出現 這個效果的話 有點像 我再切過來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有點像 你打開之後 它會有一個 類似像封面 它會停在那個地方 那這個效果怎麼做出來的呢 基本上呢 你們可以在那個 打開這個網站之後 裡面會有一個叫做 config.xm 這好像還是會 需要吃那個 CPU硬體資源 所以跑的 還是沒有很順 會跳出一個那個 封面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從那個 網站裡面的 這個有一個叫 config.xml 裡面的你可以去 去修改裡面的 相關的圖檔位 比如說 這邊相關的訊息 上面都有 那版本啦 等等的 可以從這邊 那裡面的話 會跟你要一張 封面的圖 這邊有個 png 所以這邊png 有沒有 你可以把這些 圖 路徑稍微修改一下 那這個地方就是封面的這個圖 那第二個是說呢 剛剛講的 比如說 幾個比較重要 像是什麼呢 像是 進到我們把這個index打開 它這個 裡面實際上 就有規劃了幾 幾個 Page 基本上它是用Page的方式 來 來做顯示 那裡面其中我們剛剛有跳到一個是什麼 就是搜尋 那個 路徑規劃的 好 那路徑規劃裡面呢 會需要幾個 第一個就是要知道你現在location 那在那個phonecap裡面要怎麼知道你現在location呢 其實好特別注意喔 城市是寫在這裡啦 當然你可以 看一下 如果說你們要找 假如說你將來要知道城市寫在什麼位置 第一個 你要知道路徑規劃它的id id是什麼 btn什麼 這個 row 那你把它 Ctrl C一下 CtrlF 然後去找一下 特別注意喔 這個範例 它不是寫在上面 它把JavaScript把它分開來 寫在哪裡呢 額外寫在一個JS檔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目錄底下有一個JS檔 有沒有這個JS檔呢 名稱叫做 補理Food 你去 尋找一下 可以看到 這個按鈕就找到 那也就是說這個將來 它的FoneGap的一個 設計也有類似 有點像我們用SDK來開發 就是說 它也要做連結 什麼時候連結呢 我們是在SDK是uncreate 它的uncreate有點像這樣 一個 JQuery的一個 一個大物件 然後當 它有省略的 這邊應該有個Document.ready 它省略這樣 就是當它載入的時候 做什麼事情 幫我做一個 事件的連結 這個事件就當我點下什麼 點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去做這一件 這個方法 這個是一個handle 那這個handle就是 處理事件 處理事件的話在哪裡 其實你可以 再去找一下 往下找 尋找 它其實就在下面 一個Function 有沒有 就是那個 按鈕上面 會去連結一個by的事件 那這個事件的話 由誰去處理呢 由這個Route 處理 處理部分的話呢 我們會去抓目前的什麼 Current Point 那Current Point 你想說 Current Point 我怎麼去抓的呢 如果你不知道沒關係 你把Current Point 再尋找一下 你會發現 其實就只有一行 尋找一下 這邊Current Point 基本上 抓到 也是把資料 是從Possession 去抓到 所以呢 Possession裡面 你可以去找一下 基本上 就只有一行 這一行 怎麼做出來 其實就在這裡 有沒有 他用一個方法 叫做 Gate Location 其實在那個 JQuery裡面 你要去抓Location 就一行就好了 他用一個什麼 用一個 Navigator的一個物件 他去抓什麼 抓 GEO Location 去抓 Current Point 有沒有 然後如果Susis 他就這樣 就幫你把它儲存起來 然後把Location 把它儲存起來 OK 就一行 他就可以取得 現在的Location 取得之後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去做 路徑規劃 那路徑規劃的方式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剛剛的方式 實際上就是 在上面 GateMate 路徑規劃劃的方式 路徑規劃的方式 路徑規劃的方式 然後 OK 因為這 方法叫什麼 那這裡面的話 實際上你會發現 那路徑規劃 就只有這幾行而已 第一個是取得什麼 取得他的經緯度 有沒有 這個第一個經緯度 是現在的經緯度 第二個是取得什麼 取得地圖上面 他要去的位置 然後呢 利用什麼呢 利用Windows.open 但如果你不要用Windows.open 比如說你要用那個 我們前面講的那個 WebView來解決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 網址傳送給那個 什麼了 傳送給WebView WebView呢 也會幫你去做 一樣的事情 那這樣的話 就不會有跳出的感覺 所以這邊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 就是我們 那你會發現 你可以試 昨天 前天的範例 其實就是這個 串這個就可以了 加上 第一個 Latitude 加豆點 第二個Latitude 然後後面的話 End ADDDR 第二個目的地 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 再串什麼呢 加上他的那個 就是語系 跟他要顯示的 這個 那個 編碼方式 這樣的話就可以了 就是可以產生一個導航 我們可以 在我們的WebView裡面 就可以產生 所以其實 這個地方 也可以拿到 我們 上次的範例裡面 另外呢 還有 網路搜尋 搜尋什麼 搜尋到最後 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網路搜尋對不對 比如說你這個景點 要到Google裡面搜尋的話 那也非常簡單 你就抓到 這裡面有什麼東西之後的話 再把它串接什麼 其實就這一串 有沒有 Google 攝取一個 問號 後面傳遞參數的話 就是把 這個名稱放進來 它出來的話 就會是Google搜尋的結果 其實非常簡單 利用這樣的方式 這個範例其實也可以跟WebView做結合 因為之前我們是用那個Flag 它也是串接的方法 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我是把剛剛的範例 放在那個第15章裡面的WebView的這個底下 有這個Sample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